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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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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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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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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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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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就是大家有使用的極限啦 他的能力是防禦-3近距離傷害-1 忽迷密重-2% 哦這是一個避甲的一個裝備 然後有這個雅丁裝備箱 這個就是開武器的部分 會因應你開啟箱子的一個職業 來獲得對應的一個武器哦 然後下面這邊是雅丁騎士團的套裝哦 多虧衣服、鞋子、手肘、D4 武器套 哦還有一些生產方塊 生產方塊打開就會有一些資源啦 哦任務的重情證、生產藥水 一些能量戰鬥、捲龍珠、符石、技能抽卡 等等的一大堆好料 另外他也是有這個幸運方塊啊 幸運方塊也就是抽子部的一個方塊哦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重啟伺服器就比較不一樣啦 補起伺服器就 沒有這個成長藥水的部分啦 沒有雞排趴的成長藥水啦 哦他上一次沒有給我們 然後這一次也是沒有給我們哦 哦因為上一次是 一開服啦 所以大家算為 大家 當做這個重啟伺服器 所以大家一開始就是沒有給成長藥水 沒想到他第二次改版 也是沒有給成長藥水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補起箱的部分 還有這個神秘抽卡包 哦基本上補起箱都有抽卡包 跟一些額外的支援哦 然後有幸運方塊跟騎士的誓言 好幸運方塊裡面也是有機會開到止步 成長支援箱 哦這個是成長支援箱啊 就比較不一樣啦 一般伺服器的成長支援箱有這個成長方塊 不過這個畫島跟蜂墓伺服器這個重啟伺服器的部分就沒有成長方塊啦 不過他一樣有這個雅丁騎士團的裝備箱 還有這個這個 該好料的方塊 另外還有這個盡獄方塊哦 還有一些飾品 另外他也是有這個騎士的誓言 跟我們的先鋒必甲 他也是有這兩個裝備哦 然後騎士團的武器 騎士團的防具 這個應該都是金幣箱子啊 金幣箱子 有機會開到30萬到1000萬不等的一個金幣 就是天幣啊 另外有幸運方塊 哦 拼止步的機會又來囉 保住大家都可以拼到止步啊 那這一些就是這一次騎士改反所追出的 事前預約獎勵哦 基本上有這一些 比較特別的就是 慢伺服器跟同伺伺服器的這個補給箱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這個一般伺服器給的是這個彩虹卡哦 兩個彩虹卡的一個選擇箱 然後重啟伺服器這邊給的是不一樣的哦 重啟伺服器這邊給的是神秘抽卡 這個神秘抽卡箱哦 然後成長支援箱的部分就是 這個成長方塊啊 一般伺服器有這個成長方塊 然後重啟伺服器這邊是沒有成長方塊的啊 它是用這個天幣方塊來取代哦 恭喜伺服器沒有700%的藥水 這裡重等啊 比較可惜啊 沒有辦法享受到700%的成長倍率哦 那台版的事前預約獎勵應該也是會直接放到 三層裡面讓我們來購買哦 應該是用100天幣就可以買到了哦 大家等改版之後 就馬上到我們的這個三層裡面 去把我們的事前預約獎勵買回來吧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些的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金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哦 掰掰